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你知道如果你有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你会知道其实生命树就是预表耶稣基督 好我们直接看经文请看 双世纪二章九节新普及一本 上主上帝使地里长出各种树 既好看又结出了美味的果子 他把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置于原子中央 当然有些人说法是只有生命树在中央 然后善恶树在别的地方 没关系 而我刚才我们简单来看 为什么耶稣就是那个生命树 来请看下一页 你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祖宗吃过吗 那还是死的 这是谁 耶稣自己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 对吃就永远活着 是不是一样 生命树吃就永远活着 耶稣基督他的肉 他的粮 他的圣餐吃的也是永远活着 对不对 好再来看下一页 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树 最少他就是他的预表 OK所以这也带出了为什么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相似 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伸手 又在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你知道能知道善恶 事实上就是圣经上说的 非因律法我不知道何为罪 所以事实上人已经选择了 分别善恶树那个律法 所以如果你要选的律法 又吃生命树 选了耶稣 耶稣就是恩典与真理 所以如果你要选的律法 又选的恩典会发生什么事 恩典跟律法混杂 就是罗马书四章十四节说的 你若属乎律法 应许就废弃了 原本你应该承受世界 神单给你一切美好就废弃了 你要这样永远活着吗 神宁可你在他面前 苦里承认心也相信 接受耶稣的救赎时 罪得赦 然后永远活着 那才好啊 不然你所有应许都废弃 你这一辈子要想吃吃不到 想看看不到 想考考不上 想娶娶不到 想嫁嫁不掉 想赚赚不到吗 一娶就废弃 你要这样吗 这就是为什么神 不要你这样永远活着 懂吗 OK 可是你放心 就算我们犯错了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 救恩耶稣基督 那耶稣是不是 连伊甸园的问题 都忘了解决呢 我们看下一页 双生记三章二十四节 于是把他赶出去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瑟基督博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所以你看人犯罪了 所以有生命树有火焰 然后生命树你没有办法进去这样子 然后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OK 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事实上这里 其实这个经文 在JFB圣经注释里面 他提到其实是耶和华 设立他住的地方在伊甸园的东边 他也搬出来了 你没有被丢弃 虽然你犯罪 因为公益他把你赶出来 可是他把你赶出来 他也一起出来 因为他爱你 就很像是 一个孩子犯了很严重的事情 真的必须被赶出家 父母为了爱他 也搬到他附近去陪他 懂意思吗 但你可以看我们实际下的视频 有讲得更清楚 OK 这边提到火焰的剑 所以人因为犯罪之后 没有办法进去吃生命树 没有办法进去伊甸园里面 没关系 你不能进去伊甸园 伊甸园里面那个核心生命树 你不能进来吃我 我走出来 生命树的耶稣 自己走出来承受火焰的剑 牧师这你自己讲的还是真的 圣经哪里有讲 有讲 请看 好 但是呢 我要再跟你简单提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的东西 神真的有住在伊甸园的东边 这是Divine Common这本书他提到 还有Servants News里面 也有共同引用 看下一页 你看你可能英文不是好 没关系都可以看得懂 好 看不懂我等一下会翻译 JFB版本就提到你看 神住在伊甸园的东边 如同石开纳就是神的荣耀 你看下一页 好 他居住在伊甸园的东边 基督伯中间如同石开纳 这个字也是火蛇跟火箭 要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 你看 所以这个译本它翻出来了 神住在伊甸园的东边 你没有被丢弃 他跟你一起出来啰 再来 还是有火蛇跟火箭 神的荣耀有两块 一个是公益 一个是慈爱 对不对 你有兴趣的话 你去看我们另外一个视频 火箭 火蛇 另外一个视频 火蛇 火箭是现在要讲 火蛇是神要赐给你的那个祝福 而火箭是公益的部分 不用担心 神的荣耀的同时 有这个部分 那火箭 耶稣为我解决了 我刚才答应你要告诉你 现在请看下一页 除外集集25章22节 你看神还是纪念在施恩座上面 基督伯这件事 祂在这个地方施恩 而什么是神最核心的恩 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 十字架的耶稣 在二基督伯的那个火箭上 为你承受 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死 为你被火烤 火箭被火烤 火一般试炼的十字架的痛苦 我们看一下一页 好 现在就来咯 真有这回事吗 这是和尔本翻的 《撒加利亚书》13章1到7节 第一节跟第7节 那日必给大卫加和一路撒冷的居民 开一个全员洗除最后与污秽 你看唯一能够洗除最后与污秽就是耶稣 对不对 耶稣的十字架对不对 现在撒加利亚书快到新约咯 好 再来第7节就是 万军叠华说 刀剑哪应当掀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 击打牧人扬救分散 我必反手加在微笑者身上 可是和尔本其实翻错了 好 没关系 我们多看几个译本 你会知道真正的意思 请看下一页 这是The Living Bible 它翻的 它说什么 哦 我说 贱哪 先说那个贱那个字 在希伯来文 无论是刀或剑或斧都是同一个字 OK 好 所以贱哪 The man who is my associate and the equal 是什么意思 贱哪 来击打 来对抗我的牧人 来伤害我的牧人 然后那牧人是谁 The man 那个人能够与我联合 那个人是与我联合 而且依国是什么 与我同等的 请问有谁与神同等 哪一个人 哪一个人可以与神同等 只有完全的人耶稣 跟他同时是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所以这边在讲的是耶稣 你看 贱哪 兴起攻击我的牧人 就是那位与我联合 与我相似的 与我同等的那位 好我们直接看下一个经文 还好我们河尔本 对不起我们河尔本虽然没翻出来 但是当代中印本翻出来 他说万军之主说 刀剑哪 起来攻击我的牧人和同伴吧 击打他们使羊群分散吧 然而我必会 我必定会照顾和安慰那些小羊 你这河尔本翻 他要起来击打 我也好 其实不是也是翻错的 这边在讲的事情是什么 剑哪 起来攻击那位牧人 那位大牧者耶稣 与我相似 与我同等 与我联合的那一位 击打 击打他吧 击打耶稣吧 使羊群四散 确实那时候四散了 耶稣被钉四散 然后万军之主 我们的天父说 我必定会照顾和安慰那些小羊 懂吗 耶稣承受那个剑 承受那个火剑 他在石架上承受那个像火一样的试炼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剑伤害了牧人 耶稣基督 然后我们就会被安慰被照顾 你会发现连伊甸园四面转动的火剑 耶稣都为你承受了 所以我鼓励你多读几个圣经版本 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完全就是神的启示 但是翻译会翻错 每个译本都有翻错 和本也有翻错 其他译本也有翻错 但是我们多看几个 就会看到真正的意思 耶稣为你承受 你没有被赶走 你被赶出去了 但是他跟你在一起 所以你没有被赶走 你们还是在一起 而且你的罪的部分 火焰剑的部分 神荣耀的火焰剑的部分 他为你承受 这是耶稣为你做 让我为你祷告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谢谢你 谢谢你差遣独生爱子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为我死在石日架上 你为我承受神荣耀的火剑 基督伯荣耀的火剑 你为我死在石日架上 为我复活 而我就因为你 洗尽了罪恶 所以我会被照顾 被安慰 因为耶稣基督 为我承受这一切 一罪不两罚 我看到耶稣的石字架 我就安心了 因为我们只穿 耶稣基督 并他钉石字架 谢谢耶稣 为我承受这一切 谢谢天父差遣耶稣 谢谢圣灵 启示圣父圣子给我们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